进南儿科急诊室 病床都满了 家长干脆把小孩和点滴 放进露营推车 成了检疫行动病床 医院离各个角落 都有大人小孩掉点滴 由于医护人力 器材都不足 医院甚至设置了 物化器自助租赁机 让家长自行替小孩清除农坛 因应各种病毒大爆发 网路上还出现不少 梅浆菌检测剂 先用酒精片消毒 接着在手指上扎针 这种抗体检测试剂 种类超过300款 专家警告 伪阴性伪阳性的几率高 正确性可能大打折扣 不过除了梅浆菌外 最新传播的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 传染力比流感高2.5倍 容易引发两岁以下幼童重症 被称为冬季婴儿杀手 这几天发烧的大概有250多个一天 病庇是增长了30%左右 经了解 目前我国的监测和医院系统报告的病例 是由已知的流行病原体感染引起 大陆国务院警告 今年冬季新冠疫情可能卷土重来 到明年春天 不排除出现新冠流感 梅浆菌等各种呼吸道病毒交叉感染 台湾专家也提醒 肺炎梅浆菌在国内已有六成抗药性 恐怕威胁儿童健康 TVBS新闻朱光宏 戴月丽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